封建时期 国人基本都很迷信 什么项面算卦 都是日常行为 墓葬选址更是大事 必须请到航高深的风水先生 一点都马虎不得 墓地选得好 寓意能保佑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 平民尚且如此 何况帝王 他们认为皇陵最好建在龙脉上 可保本朝流传万年 永不消亡 每一个朝代的皇帝从登基起 就会寻找风水宝地给自己建陵墓 这是皇家大事 一开干就是数十年 通常来讲 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 选好风水宝地后 他的后人也会跟着埋在这一片 比如清朝的东陵和西陵 就集中埋葬了清朝的各个皇帝 和他们的后妃 但纵观我国史上最牛的皇帝陵墓 还得看明皇陵 一三二八年 朱元璋出生 朱家迎来第四个孩子 虽然有心生之喜 但朱家父母却很为难 因为他们太穷了 不知道该如何养活这个孩子 小小的朱元璋稍微能干活之后 便开始帮家里种地 可是旱灾 黄灾 文艺等接种而来 给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父母和兄长相继去世 剩下的孩子无依无靠 朱元璋只能到处要饭 当上皇帝后 朱元璋回忆起过去的苦日子 苦笑着说 当时穷得连父母兄长的棺材都买不起 只能用两床破烂的草席把它们一裹 就埋了 连坟地都是好心的邻居帮忙挖的 这么一块根本没得选的坟地 竟然让后世子孙成为九五之尊 兵产第十六代 他们的王更是存在了276年之久 朱元璋其实在称吴王之后 就开始考虑修缮祖坟的事了 登基后他立马派人另寻一块风水宝地 准备把父母兄长的坟迁过去 可刘伯温却及时阻止了他 刘伯温可是当时有名的神三子 皇帝要迁祖坟 他便去实地考察了一下 回来后他匆忙找到朱元璋高兴地说 皇上坟迁不得 那块地方太好了 汇聚着满满的龙气 是龙脉啊 朱元璋深深地相信刘伯温在风水学上的造诣 一听他这话也乐了 当即便下令就在祖坟原址上重新修建 建一座豪华的皇陵 明皇陵坐落于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 初见时占地两万多亩 有皇城 专城 土道三道 殿与防射等更是上千间 灵丘 石刻群等也不计其数 雕刻精美大气 脚脚落落都透露着皇家的气派 朱元璋还亲自撰写了碑文 让一辈子没有想过 福的父母在地下也风光了一把 明皇陵的石碑上 刻有大明皇陵之碑六个大字 因为上面的碑文出自朱元璋之手 因此也称御制皇陵碑 不过这里只是朱家的祖坟 朱元璋的坟在南京的孝陵 从朱地开始 明朝的皇帝都葬在北京的十三陵中 自明皇陵建成以来 后面的明朝皇帝都对祖坟进行过修缮 可崇祯末年 张献忠命人火烧明皇陵 好多建筑被毁于一旦 明朝灭亡后 清朝虽然为了稳定汉人的民心 表示会保护明皇陵 但地方的官员却允许百姓 肆意拆除皇陵中的防射 到了乾隆年间 明皇陵已经损毁得相当严重 只有十杯十码留了下来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 为了打仗到处到挖皇陵 筹错军费 但他们居然没有染指明皇陵 抗战时期日军来到明皇陵 把职务都砍光了 但并没有进入帝宫 其实不是这些人不想到皇陵 只是因为明皇陵的时间实在久远 又遭过那么多次破坏 想到地宫入口太难 明皇陵就这么保存了下来 有人说这座陵墓难道是因为有机关 或者是修建的时候 刘伯温搞了什么风水玄学 才导致无人赶到 这些说法无从考证 但明皇陵确实至今无人得手过 1982年 国家在明皇陵设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 封阳县的文物单位 也逐渐对皇陵的时刻做修复工作 争取让这片经历沧桑的朱家祖坟恢复原样 修复工作一直进行的很顺利 可到了2010年 凤阳政府却泛起了难 凤阳发展了这么多年 许多交通要道从明皇陵附近通过 现在他们要修建高铁 如果按最合适的计划 明皇陵必定得被高铁路线穿过 一分为二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许多城市因为规划搬迁 或者直接拆掉过千年的古墓或古建筑 可凤阳政府考虑了很久 决定让明皇陵保留下来 不让任何外力破坏或改变 因为明皇陵虽然不像其他皇陵规模那么宏大 历史价值那么高 但它从未被盗过 地宫是完整的保存了下来的 仅这一点就非常难得 要是为了修高铁破坏这么一个完整的文物 那就不太好了 再者 明皇陵经历过军阀和日本侵略者的摧残 它见证了诸多的历史 而且文物工作者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修复工作 明皇陵身上承载的已经不仅是明朝历史了 于是高铁也绕了道 明皇陵从此以后再无被破坏的风险了 让我打死了 下定的胃口 下定的胃口 并优优独门 明皇陵 下定的胃口